翻译&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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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也听到很多人在谈台湾 台湾这几年的确是很闷 有很多年轻人觉得 我没有希望 我开始失望 大家讲说 国家应该要给我希望 国家要给我前途 国家欠我这个 这个社会欠我这个 不过我倒觉得说 可能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想 也许我们不该要问说 国家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世界能够给我们什么 因为生命是我们自己的 是不是我们要想说 好 三十年五十年之后 我们希望台湾变成怎么样一个台湾 我们希望世界变成怎么样一个世界 然后我们再来问自己说 我可以做什么 来改变台湾 改变世界 使台湾跟世界能够变得真正的更好 我们公司也做了四十几年了 有点小小的成就 我们自由品牌也在全世界 也在行销各地 所以也有人要问说 那么你们公司做得不错的秘密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没什么秘诀 我们也很认真努力在做事情而已 但是也回顾一下 想到当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几个观念是否是正确的 我们第一个观念 我们是说 虽然公司是要有利润 但是赚钱应该是副产品 正产品应该是做好的产品 做好的服务 让顾客满意 那利润 合比利润自己会来的 那也从开始公司的时候 我们定下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不断地持续改善 我们要不断地创造更好的自行车 更好的自行车体验 来贡献给全世界人类 我也记得在三十三年前 我们在台湾刚开始推出吉安德品牌 在那时候我们很小 不过我们也写下两句话 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我们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做成世界的吉安特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吉安特的世界 三十三年来 我们每天继续朝这个目标前进 一步一步走过去 有人在问说 那么你们公司发展了 怎么样的过程 回顾回来 我们有三个过程 第一段 我们是要卖自行车 第二段 不卖自行车的 我们在卖cycling 分享骑车的喜乐 到第三阶段 我们做到说 要如何推动自行车新文化 我们卖的是健康 我们卖的是幸福 但是一路走过来 近到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变成全世界 也做得还可以了 但是我们品牌始终有一点 没有办法跟全世界更知名品牌相提并论 这牵涉到人的mindset问题 如果今天的品牌是纽约来的 是东京来的 是欧洲来的 理所当然 从台湾来的品牌 嗯 好像不是那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面临这个最后挑战 那要如何面对 我们产生一个新的构想 我们要把台湾变成自行车岛 变成cycling island 这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产业跟产品 第二个是汽车的环境 第三个是都市 因为在两千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陆起来了 台湾产业多往外移 台湾变成空洞化 自行车也不例外 那时我认为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 台湾绝对有台湾的前途 所以那时候 我也有聚集了 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厂家 共同成立A-Team A-Team就透过Power Partnership 要创造Facial Cycling 要把台湾变成全世界 最创新高级车的研发跟供应的重镇 很高级工作报告 十多年来我们做到了 现在台湾的产品 即使在像环发大赛这样子 顶尖的地方 我们一样可以拿到冠军 全世界也公认最好的产品 最新产品都来自台湾 第二个 如果把台湾变成Cycline 变成一个奇特的乐园 除了我们鼓吹政府 来建自行车道之外 我们也积极地办很多活动 尤其在推环台环岛 我们也成立旅行社 专业地来服务 现在每年有超过三百多团在环岛 每天都有团 那么观光局也在十一月 也做了自行者结 今年十一月八号到十七号 佛摩沙九百有十五团 不同地方同时转动台湾 也欢迎诸位可以来参加 最后一个 比较难 如果把都市变成Cycline friendly 反正五年前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说 台北市可以骑车吗 台北市可以骑自行车吗 但现在透过了 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Ubike 成为它的最爱 也成为全世界 它公认的说是最好的一个系统 所以透过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Cycline island 我们的目的 是把台湾的经验 把它做成像灯塔一样 台湾十年前是Cycline沙漠 十年之后能够变成Cycline island 台湾可以 全世界也可以 虽然台湾在整个的政治地位 我们是不高的 但我们希望在自行车的世界里面 台湾在人的心目中 可以占一个很高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透过Cycline island来完成 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只有18%的人在骑车而已 换言之还有82% 也就是43亿的人 还不知道骑车的好处 所以我们 从我到我们公司 每个人都变成自行车传教士 我们每个店变成一个教堂 我们希望不断地去 让更多人了解自行车 享受自行车 正如上面写的 Saving life one bike a time 一次一部车救一条生命 43亿人我们还要救很久 最后跟着我考几个问题 如果想到时装 会想到哪个国家 标准答案 再来想到高级钟表 会想到什么地方 瑞士 再来想到高级的汽车 想到哪个国家 最难的题目来了 想到最好的自行车 想到什么地方 标准答案 各位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大家 爱因斯坦喜欢骑车 他说自行车需要平衡 平衡最好的方法就是前进 所以我们会继续骑车子 向前前进 希望以后在路途中 可以碰到你们 我们结伴同行 让人类更健康 让生活更美好 让世界更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